在崩坏学员2新生片的剧情里 Kiana、牙姨和蓬莱斯九霄三个人组成了最初的主角团 他们一起在圣弗雷亚学员接受机子的训练 还完成了许多任务,不断地成长着 但和平的表面下,暗流正在涌动 蓬莱斯九霄是特殊的个体 奥托一直在关注着她的变化 同时,奥托也发现了塞西利亚和齐格菲在背着她研究圣痕 塞西利亚在新生片里是圣弗雷亚学员的学员长 某一天,她让Kiana、牙姨和九霄前往了圣弗雷亚学员的大教堂接受考核 考核完成之后,塞西利亚特意支开了Kiana去找齐格菲 然后给牙姨和九霄讲述起了圣弗雷亚学员的历史 在以前,驴武神是由崩坏人抗性较高的少女组成 但在2000年的时候,塞西利亚击败了第二律者西林 天命随后对第二律者进行了研究 这些研究让许多与崩坏人相关的武器被开发了出来 但普通人类没有办法使用这些武器 于是,研究就转向了对女武神身体的改造 圣弗雷亚学员就是进行这些改造的兵工厂 虽然成功进行女武神改造的少女会获得强大的对抗崩坏的力量 但相对的,崩坏会侵蚀这些孩子的身体 让这些孩子的生命急剧燃烧 他们会变成对抗崩坏的兵器,成为对抗崩坏的消耗品 而作为学员长的塞西利亚 也只能让这些孩子在圣弗雷亚学员里过一段开心快乐的生活 牙姨和九霄无法接受这种现实 九霄甚至要退出天命 这个时候,塞西利亚表明了自己的目的 九霄能够看到不属于这个世界的景象 其原因是她身上有着追溯片凯亚拉的圣弘 塞西利亚说,圣弘可以拯救凯亚拉 甚至能够拯救全人类 同时,牙姨身上有着绿者宝石 圣弗雷亚学员的教条区 又有着第二绿者西林的残骸 只要让凯亚拉得到圣弘 同时得到绿者宝石 那么她就可以继承第二绿者的力量 变成新的绿者 因为九霄的圣弘可以让凯亚拉变成完整的容器 而牙姨的宝石可以将第二绿者的核心重塑 与此同时,齐格菲也带着凯亚拉来到了教条区 一切准备就绪 在西利亚把牙姨和九霄弄进了一个叫做绿者熔炉的装置里 利用这个熔炉 她可以把牙姨的绿者宝石和九霄的圣弘都剥离出来 同时转移到凯亚拉体内 在之前的视频中 我简单介绍了一下新生片的齐格菲 相信大家还记得 真正的齐格菲在2008年已经牺牲了 但利商的盟主瓦尔特和塞西利亚达成了交易 所以利商的执行者梅林一直假扮着齐格菲 而必要的时候 瓦尔特甚至要亲自来扮演齐格菲 现在的齐格菲正是瓦尔特假扮的 瓦尔特经历过追溯片文明 他躲进了自己创造的黑洞中 才没有被中烟毁灭 活到了新生片文明 因此瓦尔特了解凯亚拉是追溯片的中烟律者 所以新生片文明中 他要时刻注意凯亚拉的动向 根据他的推测 追溯片文明中的凯亚拉 之所以会变成毁灭一切的中烟律者 是因为接受第二律者的核心太过仓促 并且内心不稳定 而这个名叫律者熔炉的装置 可以解决这些问题 但瓦尔特却有一件事 骗了塞西利亚 那就是剥离了律者核心的牙医 与剥离了圣痕的九霄 是会死掉的 塞西利亚得知这件事后也非常震惊 但他别无选择 在瓦尔特的操作下 律者熔炉最终启动了 他用重力压制了九霄 牙医和皮亚拉 然而过程中 九霄却突破了重力的束缚 他推开了瓦尔特 并且拿走了第二律者的核心 核心融入了九霄的身体里 将九霄的身体完全侵蚀 他成为了律者化的失败品 而奥托此刻已经乘坐天命的起见 辉煌蒙约赶到了圣弗雷亚学员 他知道塞西利亚背叛了他 所以解除了塞西利亚的植物 甚至要来亲自解决塞西利亚 奥托迷你S级绿武神无色灰火 将圣弗雷亚学员开炮 那一击足以摧毁整个圣弗雷亚学员 但成为律者化失败品的九霄 却挡出了这一击 整个圣弗雷亚学员 都被九霄的力量 吞进了亚空间断层里 亚空间断层中的九霄 已经失去了理智 皮亚拉等人联手才将九霄打晕 然而前来心事问诀的奥托 没有善罢甘休 塞西利亚觉得天命 已经成为了奥托的玩具 所以他请求德丽莎 带着皮亚拉这些孩子远离天命 德丽莎则认为 无论她到哪里 奥托都会找到他们 所以德丽莎让塞西利亚和姬子 带着皮亚拉离开 自己则留在天命 想要为他们争取时间 然而 辉煌盟约第二次进攻 已经准备好了 S级绿武神无色灰火 再一次朝着圣弗雷亚学员开火 为了保护皮亚拉和其他人 塞西利亚用尽了权力 去阻挡这一次攻击 然而辉煌盟约 是用归零纪元的技术制造成的 巨大的威力 让塞西利亚难以抵抗 虽然她阻止了辉煌盟约 对皮亚拉等人造成伤害 她自己却死在了攻击之下 一天之内 皮亚拉经受了多次打击 跟她相处了六年的父亲 不是真正的父亲 甚至还眼睁睁地看着母亲被杀死 她的内心几近崩溃 德丽莎为了凯亚拉的安全 让鸡子强行带走了凯亚拉 于是凯亚拉、牙医、九霄和鸡子 开着秀伯利安号战舰前往了丽莎 就这样 丽莎变成了主角团大本营 那么关于塞西利亚和律者融入的故事 就聊到这里 我们下期崩坏学员2的剧情解读再会 拜拜